你是不是荃灣人? 你有沒有去過這間戲院? 現在這間戲院已經消失了 只是留下歷史的遺跡 這就是消失中的龍話戲院 這個龍話戲院位於陽屋 中間的交界處 就是這座 我們可以去荃灣西站 D出口 走過來 經荃灣公園或余芯江場過來 看看實際地理圖 這就是龍話戲院 這就是中間街 這就是陽屋道 這就是陽屋道街市 這裏有一間小學 這個名外 這裏就是中間街和陽屋道交界 對面就是全新天地 現在你看到這間就是龍話戲院的舊子 這裏 活發了之後 我長期保留了龍話戲院的標題 現在帶大家去實際看一看 這個環境 現在這個就是龍話戲院的橫街 這裏都是比較舊的 這裏有些殘舊和剝落的現象 那裏有些殘舊和剝落的現象 這裏有些殘舊和剝落的現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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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了時間的 退移 龍話戲院 龍話戲院被完整的保留 雖然戲院已經不再繼續營業 但是外場是 被保留得良好 所以現在我們還看到這個設計 在活化之後 龍話戲院已經變成了食屎和娛樂場所 還有分租了出去給店舖用 感謝觀看 記得訂閱香港背包 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